生活中的用电器工作时,会将电能转化为其他能 比如电饭锅会把电能转化为内能 电动机会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充电器会把电能转化为化学能等等 这种能量转化的过程伴随着电流做工,简称电工 这种工实际上是电路中的电厂对自由电子做工 即这段电路的电压为U,电流为I 那么经过时间梯,静电力做工的大小就是UQ 其中Q是通过这段电路的电荷总量,可以用IT表示 这就是电流做工的表达式了 电工的表达式有了,那电功率又是什么呢 它就是单位时间中电流做的工 它是表示电流做工快慢的物理量 容易看出电功率就等于UI 这个公式中电压的单位是福特,电流的单位是安培 电功率的单位是瓦特 光知道这个公式还不高 如果用电器是欧姆元件的话 它还满足U等于IR 这样一来,电功率还可以写成I方R或者U方比R 但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是欧姆元件 比如电动机,这两个公式就不能用了 只能用P等于UI计算电功率 来试着用一下 一个用电器上标有1.6000欧EW 那么允许它加在两端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它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又是多少呢 用电器上标的是电阻以及额定功率 也就是最大功率 根据公式P等于U方比R U就等于根号下P2 计算一下是40伏 而电流I可以用P比U来计算 就是0.025安 但如果给这个用电器两端加上20伏电压 它的实际功率是多少呢 实际功率就要用实际电压和电阻来计算 它是0.25瓦 你一定要注意 实际功率和额定功率不一定相同 额定功率限制了用电器的最大电流和最大电压 那如果同时有多个用电器呢 比如三个电阻分别标有100欧4瓦 12.5欧8瓦 90欧10瓦 如果它们串联 允许加的最大总电压是多少呢 当三个电阻串联时 电流相等 为了保证每个电阻安全 这个电流不能超过任何一个用电器的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可以通过P等于I方R来计算 是PBR再开根号 代入数据算一算 这是0.2A 这是0.8A 这是0.33A 0.2A最小 这就是能加的最大电流了 这样一来 最大总电压就用0.2A乘上这三个电阻之核 是40.5V 串联的情况你会算了 那如果它们并联 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呢 并联时三个电阻两端的电压都相等 因此咱要找额定电压中最小的那个 根据P等于U方比2 U就是根号下P2 代入数据算一算 它们的额定电压分别是20V 10V和30V 10V最小 这就是能加的最大电压了 总电流可以用三个直路电流加起来 再用10V处以相应的电阻就能得到 分别是0.1A 0.8A 以及0.11A 它们加起来就是电路的总电流了 电功率和额定功率的概念你都清楚了 那么串并联电路中 总功率和每个电阻的功率有什么关系呢 先看串联的情况 R1的电功率是U1I R2的电功率是U2I 而总电功率是Ui 由于U等于U1加U2 所以总功率P也就等于P1加P2 再看并联的情况 这一次总功率的公式里 总电流I等于I1加I2 于是总功率P仍然等于P1加P2 也就是说 无论串联还是并联 电路中消耗的总功率 都等于每一个元件消耗电功率的总和 以上就是电功率的知识 电功率是表示电流做工快慢的物理量 通常用UI来计算 对欧姆电路也可以用U方比R和I方R这两个式子计算 用电器上标记的是额定功率 它是用电器正常工作的最大功率 电路中的总功率等于每个元件电功率的代数核 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的话就去刷个题吧